在您出院回家之前 我们会把新生网上登记的资料给您 您可以在宝宝出生的30天内 在家中透过互联网向省府登记 宝宝出院前最后一次检查 会用针刺脚跟 抽取几滴血来检查一些罕见的疾病 您可以从护士给您的父母须知单张 或登入Perinatal Services BC BC出生前后服务的网页 取得更多资料 这个BC新生婴儿检验计划 是省卫生事务局辖下 出生前后服务的一部分 另外宝宝出院前要做听觉测试 要是分娩当天刚巧试假期 您可以跟公共卫生组的职员安排 透过门诊服务补做测试 在您出院前 列治文公共卫生署的护士 会到医院探望您 告诉您回家后有什么需要跟进 最好做一个记录 把宝宝回家后的第一个星期 哺乳和大小便的情况记录下来 公共卫生署的护士 会给您打电话查问有关资料 如果您怀孕期间 是一直由助产室照顾的 这个助产室将会跟进您回家后的情况 宝宝出院回家 乘坐的汽车一定要有 或审批合格的儿童汽车座椅 您应该首读使用手册 知道怎样调教以及安置 座椅必须是后向式放在后座 离院前护士会示范 如何正确使用儿童汽车座椅 ICBCBC汽车保险公司 或BCAABC省汽车协会的网站 提供更多相关资讯 谢谢您选择列治文医院妇产科中心 我们的医护团队 诚心为您和您的婴儿 提供最佳的医护服务 期待不久的将来跟您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